属狗的朋友一少去年的不顺利 将迎来福禄双全的一年 福星天德不得心的降临 你将得到不少朋友的帮忙 在与人交涉时 要心平气和 警员盛行 才能够真正把问题解决 你今年的财务状况 宽松自由 是投资理财最佳的时机 如果能够成功 跨越生意上的财务挑战 你就能够获得不妨的成绩 今年计划结婚的朋友 在讨论婚礼事宜的过程中 会有意见分歧 陷入焦躁之中 记得退一步海阔天空 已婚人士应该注意说话的态度和语调 否则容易引起家庭适合和纷争 属谷的朋友可以佩戴名利双收的吊碎 福星高照的手链 摆放福气经代 让你增添魅力的同时 在职场上表现亮眼 赚得盆满钵满 福气多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